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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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目 这个军政府 我讲解这一课 先让老师打个广告 如果你们 有谁是需要补习的 科学还是历史的补习 都可以来找我 可以来 like我这个page 找我了 我都有教了 我们来 先看看 这一个 啊 第一个团体 第一个团体 是这个 regimen 阿斯卡 马拉雅 Bentang Bretanan Danaay 这个呢 是马来人的一个团体 ok 来对抗这个抗日 来做这个抗日 通常抗日军都是华人的 因为日本比较讨厌华人 so 这个是唯一一个马来团体 来对抗这个日本 so 这个 马来军呢 他一开始他都是跟这个巴苏干 Bentang Bentang 一起去 Mentang 这个Bentang Bentang Bentang 因为这样我也讲过 日本一开始是从 Gentang 先上岸 所以一开始他们就跟英国的军在 Gentang 尝试去阻止 日本人上岸 ok so 呃 他们也有Mentang Bentang Bentang 他们也有参加 新加坡的这个抗日 的这个 战争 然后 啊 啊 下面这边呢 比较重要是他有解释了 啊 这个 团体 啊 他主要是 menifatkan 什么概念 这种概念 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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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啊 啊 啊 他们主要把这个 啊 抗热的新生呢 啊 全是为是一个 穿多养科德国汉 大韩难 而就是 防守啊 防御了 啊 啊 变成一个 啊 啊 啊 很好的一个 传统 啦 然后呢 给未来的 这个 一些 一些 启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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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过这个抗日的这个 行动呢 也可以 可以 诠释出一个 什么呢 科布拉尼安 跟科布拉尼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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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啊 就是 啊 灵魂牺牲啊 都要去 保护自己的家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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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边呢 那有三位马来人啊 啊 他们都是 比较出名在这个 抗日的行动啊 第一个是 Leftunan Adnan Sidi 这个很出名 啊 所以这个你们要记得 他的名字一下 啊 啊 他是在 新加坡的这个 Bukit Chandu 啊 啊 有跟日本人 打仗啊 啊 啊 所以他也有 一个 军 那名字叫做 regiment 啊 啊 然后 还有另外 马人叫做这个 Leftunan Ibrahim Alati NC 另外一个人叫做 Copera Bidding 这两个 另外两个这买人 就没有这么出名 OK 啊 第一个这个比较出名的 OK 啊 所以如果 你们 好 有比较多时间的话 啊 你们也是可以看一看 这三个买人 做什么东西了 OK 我们来看下一个比较重要的 OK NPA J 这个是最出名的抗热菌 啊 所以这个NPAJN呢 主要是 华人 啊 华人 的 啊 所以这NPAJN呢 华人的啊 华人的啊 所以这NPAJN呢 啊 啊 主要都是 啊 以前马来亚共产党的人 啊 在里面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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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 Renee 說 要成立一个 自願 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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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来训练的啊啊来对抗这个 所以其实NPAJ一开始呢啊 跟英国是一起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敌人 啊虽然到最后日本都想过他们是敌对了啦啊 NPAJ跟BTS是敌对了,but before that 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敌人就是日本 啊 所以 所以才到165啊,165啊各种构充比较 打赏了赏死心才能 让处理 нап完了 ��辞职 尼哈 それ NPAJ 这些 里面的人啊啊 我们都说有美国来新年了啊 然后呢 他们啊 新年了要来听什么 处理 就是 连弄了啊 啊,就可能破坏那个马路啊,破坏那个铁路啊,啊,让日本人他们不能够正常的运作了,也不然给了,就是有有有机战啊,时不时会丢个手机弹啊,去那个日本人住的地方啊,他们的office啊,就破坏他们这样啊,啊,啊,没个点,那可当那么来,有很多门本都保持干准备他们家的阿萨斯,我们的干,那班人家们NPAJ,啊,所以我们一开始在新加坡训练了,然后那个也是有派去, 那我们来,啊,做这个游击战啊,啊,好,so,你可以看到了,啊,啊,这些图画,啊,啊,这个最大的图画,这是一部波加巴MPAJ,啊,啊,他的那个总,总行啊,啊,在,这个应该是巴汉州那边,啊,啊,北部那边,啊,然后,啊,然后,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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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在西海岸这边,然后就像每个州多边都有,一些分行啊,NPAJ的分行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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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NPAJ,他也有跟这个FORCE136合作,OK,啊,如果你们不懂什么是FORCE136的话,我们都会讲到,就是也是一个抗热的一个军队啦,OK,啊,啊,他们在1943年12月,啊,啊,啊,就开始合作了,啊, 做所以FORCE136合作的话, FORCE 136它可以捡住很多武器啊金钱啊药物啊 然后还有就是PATIC KOMING TANG NPAJA 除了NPAJA之外其实当时还有另外一个华人抗热菌叫做PATIC KOMING TANG KMT 啊啊啊啊啊也是抗热菌把他们主要抗那个地方是在 乌鲁贝拉南格兰丹就是在吉兰丹这一带 还有乌鲁贝拉就是PATIC KOMING TANG 啊啊啊啊 啊 他们有成立了 多一些团体啦啊比如说这个OCAJA YANGTIKNAI SEPA GENDERA 兵当SATO 啊 然后GORILLA KMT不是都注意 可是什么的NPAJA到KPA 所以这个国民党也是 啊 答应要要跟NPAJA或者是PATIC KOM一起去对抗日本啊啊 OK啊说这也有讲到了啊NPAJA是当时候在马来半岛啊 最大的一个 NPAJA NPAJA 就最大的一个团体来 反抗这个日本的 OK啊如果考试还有问到 啊当然当然没来又啊 啊 啊 GORILLA KAN NPAJA 啊所以那个就是NPAJA了 哎一定要记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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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说这也有讲到日本国也有用一些 啊马来人啊 他们把那马来人为认为军队啊或者是POLICE啊来对抗NPAJA 说这个呢也导致了一些种族上的一些 也 德纲就是种族上的一些紧绷啊啊因为华人跟华人打来打去吗 啊所以这个对团结是不好啊 好 然后看一下FORCE 136 OK啊 FORCE 136是什么团体来的呢 啊 所以这个是由British来成立的啦OK 结果上他在 KOLOMBOR SRI LANGKA 啊 都有成立这个FORCE 136的 OK 啊 So FORCE 136的一开始是在 India跟SRI LANGKA有这个拉底汉啦 然后呢就派去 去打那马来书了啊 啊 啊到底都应该 本来一把用得住 就是跳伞啊 OK啊 所以FORCE 136一开始你们要记得啦 我们不是在马来亚成立的 我们是在 India跟SRI LANGKA成立的后 后才派来 马来书啊 啊 帮忙 这个NPAJA啦 啊 一起去对抗 日本人啊 啊 啊 看到吗 他这里讲到 DUJAMEN TAPAK SOKONG AN ORAG LAYU SETAMEN LUKUKAN PASUKAN KERIA AND CHAPON 啊 因为当时候很多马来人主要是 他们不会太过的反抗日本人 所以这个FORCE 136呢他就希望可以得到更加多马来人的支持 并且一起去 对抗这个日本人啊 啊 所以当时候参加这个FORCE 136的话 的马来人呢有这些人啊 OK 这些我就不多讲了 OK 啊 你们背了就背了啊 然后背不到的话也是不用 OK 背一两个就可以了 OK 啊 好 还说这边有个时间线啊 OK 啊 在1944年12月 FORCE 136 的这个乌鲁培拉 啊 阿斯卡美来乌 说的 哎啊 就 就成了啊 他成功在乌鲁培拉这边 降落了 然后 OK 啊 这个是 啊 这个是灯鲁培拉 马 伊丁 OK 啊 他是 FORCE 136的 一个 领袖啦 啊 马来领袖啦 OK 啊 你可以看看他有什么 啊 什么特征啦 OK 好 啊 过后在1945年1月 啊 FORCE 136 也成功在 巴汉那边 啊 降落的啊 以罗巴汉 然后呢 在那边也曾有这个 Gorilla 瓦丹亚巴汉 啊 就是巴汉的一个游击堆啦 OK 啊 然后到最后在1945年2月 啊 FORCE 136也成功的 啊 本达拉 迪克大 的这个 甘凤瓜拉 加尼 OK 啊 说这个应该没什么重要的啊 都是时间线吧 啊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 FORCE 136的一个领袖啦 叫做 Yok 马亦丁 Mohamed Sharif OK 他是在巴汉的一个 领袖啦 好 说他有什么特征 我也不多讲啦 你们可以自己看看 OK 然后这边有讲到 啊 这个FORCE 136 啊 他们成了这个马来人的这个游击队啊 Gorilla 马来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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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们的行动都是秘密的啦 秘密行动 所以他们会做什么东西 他们主要是做这个 破坏日本人的 那种 建筑物啊 马路啊 铁路这样啊 破坏他们的行动啊 然后他们也有去 menyebabkan propaganda 把 persiapan untuk British melancarkan operasi ciper 亦是 secara besar-besaran menawan anak Melayu semula pada tahun 1915 啊 他们也有 做一些 propaganda 宣传 啊 就可能是 讲日本人 哪里不好 哪里不好 然后他们也有 帮 British 准备这个 operasi 准备就是 没有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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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1945年 本人都从多要投降 了 OK 好 然后就没看这个 这个也是蛮重要的 就是本能 individu 个人的 对抗 OK 我们 之前我们讲的都是 团体吗 NPA JJA,FORCE136,都是团体的,现在我们要看一下个人的对抗 我觉得这个是还蛮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其实这个individu,我记得 有在旧的silibus是没有讲到individu的,没有讲到个人的这个抗争,就讲到团体罢了 其实这个是新加入的啦,新的silibus才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 maybe考树会问,因为新的silibus嘛 新的这个 这个 题材最可能会问的,所以第1个 比较出名的人是这个 Guchan Singh,我没有念错他的名字,是Guchan,还是Guchan,不懂 OK,这个是一个seeker主啦,Sing在后面这边,所以他 主要是 对抗 日本人啊,他讲对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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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他是透过派这些 沙拉 小车子啊 传单 宣传啊 啊 来 对抗这个日本人啊 OK 啊 他本身是一个 啊 他本身是一个警察来的 安国大法利沙 啊 什么人本都感觉不 before 日本人来的时候他是警察的 OK 啊 so 基本上 呃 Guchan Singh他所派的这个 里沙拉了是很有 啊 啊 很整齐,很有 不可算啊 很有效果 啊 啊 在门伯利达乎本都等到发大 什么呢 就不让 都等着让 就不就 他就讲出 啊 日本人 真正 啊 他们的意 他们想要 占领马来 马来亚的 那个 什么 啊 的目的是什么 啊 那当时很多人 以为 日本人其实 比英国人好 没有什么啦 啊 把他呢 就真正就跟 我们全部人讲 其实日本人是有目的的 啊 并不是想象中的 这么好 啊 不料不家人们 哈地律 西党阿爸 特地来着 跟他们 YAMA 所参加 温达 DAN MENDA LANG YSUP TASTA LANDASAN API YAMMEN JASKAM BUN 所以 他有做什么行为 他也有 啊 办成一个记者 啊 去 偷取那个日本人的那个情报 然后他拿到日本的情报过后他就去 做一系列的这个 SAPOTASHA 破坏行动了比如说破坏那个 铁路了 啊 然后就影响到日本 军他们的运输了 啊 可是到最后他也是被日本人抓到了啦 啊被这个 抓抓抓抓抓到了 但是当时日本人的一个 啊 就是专门抓那些啊 抗日军的啦 OK 啊 说他最后了就逃去 不罢了 OK 逃去缅甸了 啊 好 另外一位比较出名的就是这个了 下 CBO KATINGASU OK 这是一个英国人来的 OK 他的名字很难练一下 我共怎样练 啊 他是一个 JURURAWAT 个护士 雖然他只是个护士吧 他也是很勇敢的 去啊 反抗这个日本军啊 啊 他主要的是 帮助曼莎波浪 啊 就是好像有些抗日军他们 受伤了啊 他都会去 医他们 救他们 啊 所以他有讲到咯 啊 他跟他的 这是 有开一个医院 康康啊 啊 他有开一个医院 在一波 啊 合身 在整个 然后在日本的统治 时代 他也有给一些要务了 然后呢 还有 也有偷偷的 给一些要务 啊 发这个 抗日军 啊 他不是帮日本人的 他是帮抗日军的 啊 所以他也是门言不语radio 他也有给一些情报 他把radio收起来 因为这个radio可以把这个情报送给这个 送给英国了 说到最后呢这个 护士的他跟他老公也是被日本人抓到了 OK 到最后呢他老公是死了 被日本人折磨到死了 他呢就表现了 没有被折磨到死 然后呢 他也是回去英国来得到这个医治 OK 所以现在下面呢就没有什么重要了 OK 所以你们要懂 在这个individu的话有 这个 跟这个故事了 Katikatsu OK 然后 像我们看到的是沙巴跟沙拉瓦有什么 分别是有这个operacy什么 OK 蚂蚁行动 OK 这个蚂蚁行动呢 是在沙拉瓦的 沙拉瓦的 沙拉瓦的 他是有这个 澳洲的一个军队 OK 来 帮忙 训练这个 他们有帮忙训练沙拉瓦的本地人去 反抗这个日本 做游击队 so 接下来下面的话 OK 你们就可以自己去看了 主要是在解释这个operacy什么是怎样进行的 OK 如果你们有什么不明白你们可以在下面 问我 OK And then 还有就是本波罗大干 这个是在沙拉瓦的 OK so 在这个沙拉瓦的这个本波罗大干 就是造反行动 他是 由这个Albert Koch来带领的 so 你们只需要懂 他们有做了什么反抗 比如说 所以 他们 其实都很大胆啊 他们很敢去攻击 啊 当时候日本人的那个 那个 行政office啊 警察局啊 甚至是日本的那个军营啊 他们都敢去攻击 然后也有去杀日本的军队了 在就是 多 波罗大 跟 OK so 日本军过后也是肯定是有反抗的 很快速的反抗 还有很残忍的反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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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啊 啊 日本人也有用炸弹去炸 啊 啊 啊 有些人呢 有些人呢 也是被 被调查 被问啊 有的人就被折磨到死了 啊 啊 就是我要找出那个领袖是谁啊 啊 啊 到最后这要不够也是抠向了 1943年的12月 哎 抠向了 啊 说到这他也是跟他其他的这175个人 被 被处死了 OK 啊 其他的人就被 关在这个老婆的监导了 然后说之外还有另外一个 anty 这不能在沙巴的是叫做这个大肚 慕斯大发大肚哈伦 这个也是蛮说明的 啊 他过后好像是有帮沙巴争取独立的 啊 啊 所以在沙巴的话比较出名是这个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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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沙拉瓦的话就是这个了 啊 好 手脚上 啊 整个马来西亚的抗热 呃 的这个菌 跟他们的individu都讲完了 啊 啊 所以我们可以来看过一个 特别就是这个了 OK 啊 就是说 就是说当日本人来 加拿我们之后 我们的nationalism 有什么进展啊 啊 啊 肯定是有的了 OK 当日本人来了过后 我们本地人啊 啊 就 啊 更加的想要 鼓励了啊 啊 因为呢 我们啊 看得出我们是能够打赢这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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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如果 如果没有来的话 我们可能还是继续的被英国人 啊继续的占领 我们还是继续的不敢反抗 啊 啊 好 第二个就是 Berjongan Menutut Kermadekaan 阿兰 阿兰 马来人也敢敢的去 争取独立了 OK After日本人来了过后 啊 Befo that 啊 他们是很怕英国人了啊 他们觉得英国人太厉害了 啊 他们觉得 他们是有能力去 啊 跟英国人对抗的 啊 OK 啊 这边 有讲到一些 啊 马来人的领袖 啊 怎样去 啊 啊 透过这个 日本 啊 去 争取独立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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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们可以看看啊 哈 啊 这两个团体有什么 吧 啊 啊 啊 当时他的领袖是Ibrahim Haji Yaquod 所以基犹太的话他是看着这个海边的 然后也是照顾公共的和平 好然后这边就讲到 就在1925年战海拥把股战系統 就是Bitish那一边啊 他们越来越 想要得到这个 马来人的这个 Nationalist的这个心啊 因为当时候的马来人 他们想要独立嘛 所以他们就慢慢的 要帮着Bihabusa Kutu 所以当时候这个 K&M 他们也成立了这个 Casatuan Raya Indonesia 叫做Kris 所以 当时日本呢他也是 接受这个Kris 他的目的 就是为了 让这个Dana 马来人 跟这个Indonesia一起 独立了 Asean 虽然如此 可是到最后呢 这个Kris的他的那个目的 也是没有办法被实现了 为什么呢因为到最后日本呢 他们在1945年8月15号 也是投降了 所以本来日本想要让 马来亚跟那个 Indonesia 那边一起独立了 所以这个计划也是 没有成功了 虽然 虽然这个独立 争取独立没有办法成功 可是呢 这些独立的 这些独立的 就是 这些独立的 PK&M 也就是 PARTY POLITIC BETAMER 虽然他们计划没有成功 但在日本人 都相公 他们也成功的 成立了第一个 PARTY POLITIC 政党 另外呢 日本人的统治也成功了 给予了这个 沙巴跟沙拉瓦的这个 政治上的醒觉 PARTY POLITIC 比如说 当时候 PARTY POLITIC 很多 华人的团体被 CAPO 被联合在一起 变成这个 KAKUOKOK OK 我也不知道 会有这个 这么特别的名字 KAKUOKOK So 除此之外 当时候 因为他们 日本人 他们缺乏 日本人的 BGWAI 官员 当日本人占领 这个沙巴沙拉瓦的时候 很多当地的马来人 跟一般 也是被给予这个 叫我淡淡 瓜沙拉 养了被定义 本高外大 AERA 养什么东西 还要第三当 本高外大亚 之前只是给英国人做 只是当英国人战败过后 日本人不够 他们就临选 本地的马来人 跟一般人 做这本高外大亚 所以透过这一些 行动 就给本地人更加多的 心觉 还有更加多的信心 因为现在本地人可以 尝试去当官员 做官员 所以他们就 就觉得 原来我们也是可以做官员的 虽然我们是本地人 也是可以做官员的 让他们更加有信心 能够自己去做 政府 政府 都能够 把 然后至于在沙巴的话也是有了 比如说有些团体成立 Selabas,Pendudukan,PKML 沙巴的话比较没有什么好看的 沙拉瓦的话比较多东西可以讲 比如这个Cococokai 它是华人的团体全部carbon再起形成的 然后至于马来人一般人也有被给予很高的职位 让他们有信心 主要是有信心 可以自己做政府 信决跟信心 然后下面也有解释了 Cococokai是什么 它就是Pengkabongan Pesatuan China 好 其实从这个3.8的这个topic 我们可以看得出 日本人来的时候也并不是全部是坏处的 至少他有让我们本地人有一个信决 我们并不是永远都要被英国人统治的 我们自己也是可以独立 自己也是可以做政府的 这个是唯一一个好处了 日本人来了过后 好 所以我今天先讲到这边先 因为我也是讲很多了 影片蛮长了 所以下一次我会继续讲这个3.9的 OK 所以还是一样 如果你们觉得我的videoOK的话 你们可以按like 然后也分享我的这个video 顺便也可以subscribe我的这个channel OK 如果你们需要补习的话也可以来 like我这个page 然后也可以联系我了 OK 好 so 这样前 我们下个video再见了 OK 拜拜 拜拜 拜拜